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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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看《玩具直送》 我是李宗盛 《滴血认亲》的情节 在古章剧就看得多了 可信程度当然是零 但在现实中 在广州就有司法鑑定中心 给血液样本 做出来的亲子鑑定 都可以将非亲衫变成亲衫 不管你亲不亲身 我都是帮你做上亲身的 样本不用你们的 按照司法流程 说得那么厉害 究竟如何做到龙架成真 我会把资料寄过去给你们 所要做的就是签名按指纹拍照 然后寄回来给我 只要将资料寄出 大概两天就收到一份 由国家认证的广东华伊大 司法鑑定中心 发出的亲子鑑定书 证明两个没有亲子关系的人 有生物学亲子关系 结果还可以在 官方司法鑑定网上验证到 事件被内地传媒揭发了之后 涉事中介就这样回应 但是对于非法领养 甚至拐卖儿童的人来说 这些虚假亲子鑑定 就是洗白身份的手段 一些有关送养或者亲子鑑定的网络群组 里面就有不少类似的中介 专门代办亲子鑑定 收费由八千至几万元都有 有律师表示 这些中介已经犯了偽造文书罪 广东司法局也通报 对有关鑑定中心进行调查 要求全市司法鑑定机构 进行全面整治 内地媒体将这些弄虚造解的中介 叫做司法和牛 但有些和牛提供的消息真实可靠 连明星的一举一动 身份证号码都撩如指掌 只要十几元就可以在网上买到 支持者在机场撞到明星 而拍下接机送机的片 在微博上面经常都会见到 其实也不怪明星会这么生气 为什么自己的行程会有这么多人知道 原来只要付少少钱就可以了 在社交平台搜寻明星行程四个折 就有一堆的黄牛涌燃 用15元就可以买到13个明星航班信息 10元就可以买到千多位明星的身份证号码 而拿明星的个人资料更加是异于反掌 如果没有时间亲自追星 不要紧要 可以请人帮你去拍 明星出席某些活动 拍戏的片场收费在1000元左右 内地文法典中明文规定 民众声明、身份证号码等等的个人讯息 都受到法律保护 明星当然也不例外 文法典将在明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 这段时间依然不少人选择铤而走险 律师就提醒 相关人士更加可能牵涉刑事罪行 如果非法出售行中的轨迹信息 通讯内容可能影响到人身财产安全的话 这个数量达到500条以上 有可能被认定为情节严重 而侵害公民个人讯息这个罪名 去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相关法例已经定罪 情况严重的话 可能会被判处3年以上 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对于近期有外资企业离开中国的报道 法改委认为 受成本上升和中美经贸磨擦等影响 部分企业调整生产布局是正常市场行为 强调外资企业长期在中国投资经营的信心无改变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何华武透露 广深持浮和护航持浮 成为高速持浮列车线路的候选方案 8月初的时候交通运输部要求 发展时速600公里的高速持浮列车研制和试验 而6月份内地首次成功试行高速持浮列车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